大米鄉有一位青龍夏季兵 我本地敢搶吃頭路 因為感到這個頭路和自己的季兵威嚇 過了年正就將頭路四條返鄉中屬農業 經過過了年努力不斷進走 修身後竟創立一部青龍 未婚飲農業打拼和團行 今年竟在這百大青龍的困釘實在是不簡單 中一顆還有一顆是過破酒車 小朋友也來幫忙爸爸媽媽做事 穿到紅衣在認真品館 每一顆死鬼就是夏季萍 不過很特別是現在在修身的死鬼禪 不是他的十八位青龍的 原來可不得青年環雄進產新本館 加上現在榮港的看法 夏季萍是和一群青龍做會 建立很特別換工模式 可能自己去摸三個檔才會要 然後又多花錢 你繼續說什麼 我要說他說 他不用買這台小貨車還是那種 搬運車 那一台七八萬 那一台幾百萬 他永遠回來了 他怎麼那麼多錢 我找也沒關係 但是就是說 賺到有興趣 他才去買 不然他現在賺一次 我又賺了 他才到頭買 你看你要去洋酒 還是把農會救錢 還是把農會救錢 還要二十 還沒出來了 所以我很高興 他說 都沒關係 只是說我沒用的時候 都沒關係 這個機具共享跟換工模式 是值得推廣的 夏季萍其實原本是在工廠上班 不過因為感覺到和自己的治療是無法 因此在幾個年間 中間討論死掉 環境中屬農業 經過幾個黨的努力 現在不讓自己本身建設修行好 應該是和一些有一樣的 在整個青龍 為婚禮的農業 來打拼和團行 在今年應該是 這條百大青龍的輸贏 它也表示回來 爭的爭腳進產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要非常用心 也是要用心對待自己的土地 也要用心對待自己的周邊的林宿佛 我要講說 你如果爭來活動也一樣 爭的你也是要等我 就是你要做一些進步 像廟的 還是爭來有 你什麼活動 你都要找你 不可以到家裡 你的知名度 你的熱情 你不要再有感動到老農 你如果有在家裡 譬如說你做廟委員 做什麼 無關的 什麼 家裡那些老農 一定說 你這孩子 怎麼有家在跟社區人 他親切的爭也要做你 因為他對這堆一堆是有感情 他從年輕人做得比較老 對這堆有感情 他不可能很隨便 這堆一堆等給一個廟委員 因為廟委員 他把整個都炒 整個都炒 整個都炒 他覺得看得很不甘 那一堆好好地 他把我用成這樣 所以我都叫青龍 所以我比較不甘 在社區上處理活動 土地對動民來說 都是有幾分 真清的感情在裡面 夏基平用到他在 很嚴重關來的民 對現在人生種種的科研 此處遞到百大青龍的困難 可以說是民富基石 記者臨破影 蔡王波特 記者臨破影